難怪有人眼睛 以為他 可能 好OK齁 那你如果說 怕那個中心點啊 會跑掉你還是最好 能夠拉那個指標出來 把指標叫出來 看一下那個中心點在哪裡 比較不會 有時候在調的時候 就是怕它跑掉了 你在這邊轉角度 我們剛剛轉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們稍微 有算一下角度應該就不會像我們這樣 我這邊稍微歪一邊 對啊你可以再調啊 只是說你總是要再調一次啊 那接下來的話 是畫那個中間那個扇子的圓 對不對 那你要畫圓的話你可以從這邊 因為我剛剛把齒標 我已經把它顯示出來了 所以我把它中心點大概定出來 在這邊 因為這樣你在點的時候會比較好點 所以由中間往外 怎麼樣 由這裡 中心點 好按住 Alt按著 是由中心點往外 那畫 Shift再按著 加按是就等那個 好到這邊放開 有沒有 那我把那個 旁邊這個筆畫我就不要 那裡面的甜色 我先用別的顏色一下 好把透明度我也調低 直接從上面調好了來 確認一下 好確認一下 正常來講你中心點 有用到應該這個每一個都頂到了 好都頂到齁 那這樣是不是有一個圓了 那我可以複製一個 可以齁 所以我來這邊 這裡 你可以直接把它做移動 做移動 但是我就是在0的這個地方 或者直接用塗層複製都好 反正用哪一個沒關係 能夠複製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塗層的 來我把它用塗層好 好 用塗層點開 剛剛就是這一個 點到它 這一個 我把它複製一層 這樣就兩層了 那我要縮放 縮放 等比例縮放 又要同一個中心點 至於一樣 Shift跟Alter就按著 把它稍微往內拉一點 那至於那個扇子你要做多寬 就隨便你啦 所以你先完成一下 來畫面環境 這個圓你已經做好 那我這個稍微大一點 我再把它縮小 好 再小一點 反正你的扇子內容要多 就是裡面圓就小一點 那我現在呢 這兩個 我就同時選到 你把你的路徑管理員叫出來 我要把它剪掉是用這個 有沒有 你把它剪掉 有沒有 裡面就不見了 現在裡面就不見了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用我們這個工具 這個 剪刀 在這裡 這個點 剪一下 這個點 剪一下 這裡 剪一下 這裡 剪一下 這裡 要一邊邊來 我先還原一下 好 那你看一下這邊 這裡我先剪開 這裡剪開 我沒有點到線段上 這裡 如果說萬一啦 像剛剛這樣 用剪刀這樣剪怪怪的齁 你可以畫另外一個形狀 你可以用比 鋼筆工具 你去畫一個形狀 把這個形狀 可不可以畫下來 對不對 我就剪掉它 等於說這個形狀去剪掉 那一個 那我們來試看看 假設我從這邊 我到這裡 好 那我再到這邊 我拉遠一點點 好 這個點 等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再調 下來 下來 結束 那這個點不滿意 我稍微再調整一下 假設做到這樣 那這兩個 可不可以再做剪選 跟我們剛剛的做法一樣 一樣是可以的 只是我剛剛在 在試那個什麼 在用那個 剪刀的 我想要用那個方式會比較快 這樣剪斷 是不是一樣可以 一樣是可以的 其實方法很多種 只是 原本應該是用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用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這樣OK嗎 好 先試看看 好先來試看看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 那等一下的話 這個好了 剩下的就是什麼 剩下就是用噴的有沒有 噴那個上去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下 如果你已經完成 你到那個 用這個工具 我們昨天不是有符號噴灑氣嗎 好你到這個符號這邊 找一下 開啟 看有沒有那種自然的 或者你要用其他的也沒關係 它就是沒有國化的啦 那你就噴看看你要噴什麼 把它噴上去 好畫面還給你囉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